妳還有一個旋律要拖 妳已經自己拔賭賭輸了 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 捷克的庫輪扶袖師啊 媽的 非常難拖啊 幹 妳有沒有想過明天我們要這樣拖上拖 那我們現在到薩爾斯堡的南邊的公車轉移站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搭這班LEO的公車 LEB9759的公車到捷克庫輪扶修斯 搭這台公車就可以跨過 兩個半小時差不多就可以到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看要怎麼搭吧 不然等一下又錯過了 8點的時候現在7點半 GO 剛遇到三個台灣人很熱心的告訴我們怎麼搭車 有這個新竹、新北的還有金門的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第二個庫輪扶修斯 我們現在在車 這車裡面有咖啡還有麵包 還有煮 不用煮的 這有咖啡喔 這也是濃縮的 在吃我的早餐 你不要看這樣喔 媽的咧 這樣有150台幣 好 現在從奧地利過境到捷克 好 那我們現在搭車到這個庫輪扶修斯了 這樣的話一個人是8.7歐元 非常的便宜 大概260-270台幣 非常的便宜 比那個台北到花蓮的火車比較便宜 然後這趟車程因為它好像有延遲到 所以我們總共做了兩個小時又50分鐘 其實過程上蠻舒適的 因為它車上還有暖氣 還有廁所、Wi-Fi跟充電 還有吃的跟喝的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先去這個小鎮 現在超冷 現在好像只有4度、5度而已 我們現在準備去這個小鎮了 走 街頭路的城市都是那種石頭路 所以行李會比較難拖 你看一個行李要拖 你自己八肚賭輸了 走 你看這個車都會讓行人 而且不會按喇叭 遠遠的就讓行人 這就是小鎮的路口 都是石頭路 有沒有看到 你這超難拖的 捷克的所有城市喔 布拉格 任何城市基本上都是這種石頭路 喔 這壞走的啦 我這樣有小派 你有沒有想過明天我們要這樣拖上坡 哇 這個下坡那拖很爽 明天我們回程的時候 要拖上坡更爽 幹 你看我的行李啦 臭 這會嚇死耶 這是夭壽的啦 哇 幹 有沒有看到這裡 捷克的庫倫夫秀斯啊 不是啦 台灣的這個三峽老街啊 媽的 非常難拖啊 台灣所有的路都這樣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這個三峽老街 有沒有想過 其實最難的不是下坡 最難的是明天 我要checkout去布拉格 不是 去台北的時候 我要拖上坡耶 幹他媽的耶 這城市就壞了耶 我今天要放火 這邊都燙了 媽的 你有看過火嗎 我就是台路高族的火 幹 那來到捷克的任何城市任何小鎮 第一件事就是換捷克币 換克朗 因為捷克沒有弄歐元 網路上以致來台灣人來這邊旅遊的評價 就是這間N.59 這邊換錢是最划算的 而且不收手續費 那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們現在就換看看吧 走 好啊 這個就是捷克币 它的銅板 非常有古代的感覺 這間是這個小鎮匯率最好了 它24.7 然後我剛看前面那間22 所以價差非常的大 兩塊錢多耶 然後我剛在這邊換了 一千塊的這個捷克币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check in吧 這是我們的房間 暖氣必備的 反正我們今天住的這個叫做 扇美卡扇時旅館城堡公益 然後它的德文名字叫做 ZAMEK57.381.01 這是它的地址 其實這樣蠻划算的 因為我住一晚才一千二 兩個人住一千二 然後含早餐 其實蠻便宜的你知道嗎 很燙的啦 剛剛那個接待員帶我們來 我們住的地方 他住的地方跟check in的地方不太一樣 那吃早餐的地方你再check in 哇人不能弄欄杆自衛啊 捅屁屁 誰弄欄杆捅屁屁啊 所以人都怪怪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進去這個 庫倫洛夫城堡裡面 然後這個門票好像兩三百塊 我忘了 等一下進去再check一次 到底是多少錢 這個城堡 他進去之後還可以俯瞰這個城市的景 怎麼啦 才會搶潘星跟玉星 好那這個小鎮被這個U型的河流切成兩個部分 所以他會有左邊的小鎮跟右邊的小鎮 然後以這個河流為分界 好那這個CK小鎮的人口大概才一萬四千多人 跟我們花蓮鳳林鎮的人口其實是差不多的 比我們新城鄉的人口還少 我們新城鄉還有兩萬多人 那這個小鎮的面積只有22.16平方公里 U型的河道就在這裡 所以小鎮被分成左邊跟右邊 還有我 這樣有漂亮嗎 帶大家來看看 那這是什麼鎮 愛心鎮 愛心鎮是不是就是捷克發明的 好像是齁 什麼蓮隆牆愛心鎮 我說是就是啦 走啊 從小啦 你看你就是巴卡丘 這是被某型他牽走的少女 在歐洲這邊的話是鬼修女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酷倫洛夫城堡的 這個皇家花園 蠻漂亮的啦 就是這個真的是在那個 電影場景才可以看得到 什麼哈利波特啊 感覺走到鏡頭就有一隻鬼修女在 對 把我照過來了過來了 過了一隻鬼修女 過了給你打死 我這樣就打死了 有看到嗎 都是韓國的 因為是跟團喔 因為你是自由型 我知道了 進來這裡其實不用門票 你買導覽的話才要門票 然後它的其他的門票是 它有一個城堡 那個最高的那個塔 那個才要門票 其他城堡區不需要門票 除非你買導覽 現在很喘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找那個 那個塔 那個塔是130克人 大概150台幣差不多 一個人蠻划算的 可以去看看 我們現在要去找那個塔 一個人是150元 兩個人就是300元 欸 甘蔽的 有沒有 這樣很壞的啦 我來來了 我來來了 有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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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跪喔 有跪的出來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彩繪塔的這個地方喔 然後就可以俯瞰到整個 CK小鎮 還有這個城堡 然後這個城堡是有大概40多棟的建築物 組合而成 然後它是13世紀啊這個波西米亞的貴族 維提克家族建成的這個城市跟這個城堡 然後之後在14世紀中史之後呢 就轉讓給剛我前面說的羅森堡家族接手 之後 然後它的人文它的歷史 這個小鎮才開始真正的發展起來 才會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那麼漂亮的小鎮 然後它們整個城市的色調就是磚紅色 因為今天天氣的濕度所以霧會比較多 那如果平常是晴天的話 那應該是會更漂亮 可是其實這個天氣也別有一番的風味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下去吧